上善若水 厚德在务 只有深厚的德行 才能承载福报受用 大家好 欢迎来到厚德在务 我是小果 为您分享不同的故事 话说明朝末年 开封府有一个王秀才 长的是一表人才 知书达理 家中亮田几百亩 主要靠收租子为生 日子过得很是富足 这样才貌双全的男子 家中又不缺钱 爱慕他的姑娘自然不少 于是上门提亲的也络绎不绝 可王秀才挑来选去 没有一个重义的 城里有一个李屠夫 李屠夫有一个独生女儿 名叫李秀珠 长得是国色天香 美得不可方物 李秀珠也爱慕王秀才 就让父亲托人去王家说清 王家世代都是读书人 王老汉当然想为儿子 选个门当户对的女子 就想回绝李家 可王秀才见到 花容月貌的李秀珠 一下子就看呆了 二人一见钟情 两情相悦 王老汉说道 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 是不会幸福的 你不要一意孤行 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 王秀才说道 我是娶妻子 而不是娶家事 只要我俩相爱就好 不需要门当户对 王老汉听儿子这么说 就骂他圣贤书 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 可儿子喜欢 他也没有办法 只得同意二人的婚事 定亲后的一个月 二人就拜堂成亲了 成亲之后 夫妻如交似亲 恩爱有加 但时间久了 王秀才大呼上当 因为这李秀珠特别强势 王秀才一个大男人 事事都要听他的 如果不听 他就会一哭二闹三上吊 有时还对他拳脚相加 不过李秀珠也有温柔的时候 温柔起来石头都能融化 因此王秀才对他是又爱又怕 他是一个大男人 又是一个书生 特别爱面子 在家里受气 从不在外人面前说 还说妻子对他是如何的好 如何的百依百顺 只有王老汉知道 儿子过的是什么日子 他心疼儿子 可人家小两口的事情 他也不便插手 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常言道 打是轻 骂是爱 夫妻二人就在吵吵闹闹中 过了二十多年 彼此已经融入了对方的血液 谁也离不开谁 可成亲二十多年了 李秀珠没有为王秀才生下一二伴女 王秀才五代单传 他不想让香火在他这一代断了 于是没少带着妻子去看病 甚至烧香拜扶 可一点起色都没有 王秀才的父亲王老汉 迟迟抱不上孙子 心中更是着急 他想让儿子那一房小妾来传宗接代 可他知道儿媳不是好惹的 也就打消了劝说儿子的念头 王老汉临死的时候 他的一个世交好友尹先生来看他 这尹先生是个能人 他开了一门客 就是教男子如何整治恶媳妇的 王老汉对尹先生说道 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那儿子 他剧内一直没有纳妾 我真是担心他会断了李家香火 还请你给他出出主意 让他纳一房小妾 为我李家生下一男伴女 我也就安心了 尹先生听了王老汉的话 就不忍心拒绝 答应他帮助王秀才纳妾 王老汉见好友答应 就安心地闭上了眼睛 父亲临死时都没有能见到孙子 王秀才觉得很对不起父亲 心想自己如今已经四十多岁了 如果再不生子 恐怕就没有那个能力了 于是就想去请教尹先生 如何说服自己的妻子 让他同意自己纳妾 尹先生见王秀才来找他 他已经猜出了他的目的 便说道 你这个人就是太软弱 没有脾气 所以到现在也没有子嗣 你要是享有子嗣 首先就是要压制住你妻子 王秀才想到妻子就头痛 说道 我怎样做才能压制住他 尹先生说道 你先回去与他商量 就说要纳一房小妾传宗接代 看他怎么说 如果他不同意 你再来找我 王秀才心中忐忑 但还是同意了 于是就回家去了 晚上和妻子温存一番之后说道 不孝有三 吴后为大 我如今都四十多岁了 依然没有一儿半女 别人会笑我不孝的 李秀珠一听就明白了丈夫的意思 骂道 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我如花似玉的年纪嫁给你 如今人老珠黄了 你就要另结新欢 骂着就伸手凝住了王秀才的耳朵 使劲拽 呵斥道 你这个挨千刀的陈世美 快给我跪下 否则别怪我不念及夫妻情分 王秀才想要压住妻子 不管他如何用力就是不跪 还大喊救命 就想让左林右舍听见出来拉架 李秀珠见他这样就更加恼火 你还大声叫唤 你这是叫人来救你不成 说着拿出棍棒 狠狠地把王秀才揍了一顿 然后就撒泼坐在地上大骂丈夫和尹先生 不是东西 骂了一个时辰还是不解气 他又拿起棍棒对王秀才一顿毒打 最后又写下保证书 让王秀才签字画呀 保证以后绝不再提那妾的事情才罢休 一夜无话 四日一早 李秀珠还没有消气 就跑到尹先生的门口大骂 骂他挑拨离间 多管闲事 不得好死 王秀才的脸憋得通红 使劲拉李秀珠却也拉不早 尹先生的一群学生实在看不下去 就出来要教训李秀珠 李秀珠一看人多势众 也就不敢撒泼了 拔腿就跑 一边跑一边骂王秀才 你还是不是男人 你妻子被人欺负你都不管 你就是一只缩头乌龟 王八高子 王秀才见妻子被吓跑 心里很解气 就假意去劝众人 众人不一 说道 就这样的母老虎 又不能生养 要他何用 就是趁早把他修了 娶个能生养的过日子 对 赶紧修了他 众人逼着王秀才修亲 李秀珠本来就是一只只老虎 如果丈夫真要修他 他也没有办法 吓得他坐在地上哭爹喊娘 徒死卖活的 王秀才假意说道 一日夫妻百日恩 我和他已经成亲二十年有余 情深似海 我怎么忍心修他呢 求求大家就放过他吧 众人说道 你对他有情 他可对你无意 明明自己不能生养 还不让你纳妾 这不是要让你断后吗 哪来的情意 就是 他要是对你有情 就应该统一你纳妾 为老王家传宗接代 李秀珠怕丈夫真的修了自己 就哭着说道 我同意你纳妾还不行吗 没良心的东西 我真是瞎了眼了 众人写了一张保证书 让李秀珠签字画压 保证绝不干涉王秀才纳妾 李秀珠没法 只能按下了手印 众人拿着保证书 就拉着王秀才去喝酒了 说是好好庆祝一番 李秀珠只能自己在家里生气 心想丈夫回来再好好整治他 谁知当天晚上 众人就为王秀才选了一个貌美女子 直接抬着花轿送到了王家 李秀珠一看就非常生气 她本来是假意答应 没想带丈夫却来真的 而且这个女子又年轻漂亮 她怎能容忍 李秀珠就大闹着不让王秀才拜堂 还要教训这个女子 众人又逼着王秀才教训李秀珠 李秀珠再厉害也是一个女流之辈 如果王秀才真的动起手来 她也是吃不消的 于是就不闹了 王秀才与那女子拜了堂 就被众人簇拥着进入了洞房 李秀珠在自己的房里哭了一夜 四日一早 李秀珠一大早就在小妾的房前 大骂她没有规矩 王秀才也不敢出门 只能和小妾在房里坐了一天 到了第三天 李秀珠不再骂了 王秀才敢带着小妾来到李秀珠房里给她请安 但她看到妻子憔悴的样子时 竟然很是心疼 毕竟夫妻二十多年了 即便没有爱情也是有亲情的 王秀才觉得自己对不住妻子 晚上就在李秀珠的房中 李秀珠骂道 喜新厌旧的东西 你来干什么 赶紧滚 找你的小美人去 我老了 你也看不上了 骂着竟然呜呜地哭了起来 王秀才把她揽在怀里说道 你我成亲二十多年 彼此是深爱着对方的 干嘛要说这样的话呢 我那小妾只是为了传宗接代 这个你应该很清楚的 李秀珠说道 不要老是拿传宗接代 来当挡箭牌 李就是贪恋人家年轻 嫌弃我老了 可我也年轻过啊 我的青春都奉献给了你 如今你却要另寻新欢 你说你是不是坏了良心 王秀才知道妻子心中委屈 就一个劲地哄他 说这辈子只爱他一人 根本不爱小妾 一直哄到三更半夜 二人才睡下 睡下之后 王秀才为了讨好妻子 就把尹先生给他出谋画册 娶小妾一事对李秀珠说了 李秀珠知道真相后气的浑身颤抖 不过他还是压住心中的怒火 没有再闹 而是下决心以后好好整治丈夫和小妾 次日早晨 李秀珠早早起床 交代丫鬟早餐要做丰盛一些 说小妾要为王家传宗接代 没有营养可不行 丫鬟就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 吃饭的时候 李秀珠对小妾是须寒温暖 又是家菜又是生汤 说道 妹妹多吃点 把身体养好 好为我们王家生个大胖小子 我也就心安了 到了晚上 李秀珠又主动提出 让王秀才去小妾房中睡觉 王秀才心中欢喜 就去了小妾房里 可她等到半夜也不见小妾来睡觉 就要开门寻找 不料门从外面锁住了 王秀才知道这是李秀珠干的 心中十分恼火 但也不敢发作 李秀珠把王秀才锁在了屋里 让小妾在院子里站了一夜 此时正是寒冬腊月 小妾站在外面被冻得瑟瑟发抖 直到早上李秀珠把门打开 小妾才哭哭啼啼地跑到了屋里 王秀才见小妾动成这个样子 十分地心疼 但怕李秀珠听见 也不敢说安慰的话 要是骂人能杀人 她已经把李秀珠杀了千万遍了 当天晚上 李秀珠又把小妾锁在房里 把王秀才关在了外面 她进不去小妾房里 就去敲妻子的门 花言巧语哄她开门 可李秀珠就是不开门 王秀才背想着去朋友家借宿 又怕走了之后 李秀珠再拿小妾出去 没有办法 王秀才就去狗窝睡了一夜 四日一早 王秀才就写了一封信 让仆人给尹先生送出 让他给出出主意 仆人走后 王秀才想叫其他仆人出来训话 树立了眼 谁知李秀珠抢先了一步 他把仆人丫鬟们召集在一起大骂一通 说他们吃里扒外 不帮助他 而去帮助外人 骂完下人 又把那小妾叫来 骂道 你这个狐狸精 你是什么时候 与这个城市美勾搭上的 赶紧如实招来 我为了你受了多少气你知道吗 小妾哭哭啼啼也不说话 李秀珠就拿出皮鞭 朝小妾身上打去 还有脸哭 赶紧给我憋住 王秀才心疼小妾 就拿起棍子去打李秀珠 却被李秀珠一把夺了过来 打得王秀才哇哇直叫 再说那家仆把王秀才的信给尹先生的学生 众学生一看就气不过 立刻去王秀才家里解救他 李秀珠见众人来了 赶紧叫家仆把大门插上 任凭那些人怎么敲门就是不开 气得众人只能破门而入 谁知刚进院子 仆人就从房顶倒下了几桶大粪 从头到脚离了那些人一身 众人被弄得十分狼狈 只得逃走了 众人回来找尹先生 让他出出主意 尹先生说道 这都是你们私自行动的结果 被人家整得如此不堪 众人听了尹先生的教训连连道歉 说要他一定想办法制止那个母老虎 尹先生说道 你们都回去吧 让我想想再说 话分两头 众人被泼了份水 狼狈逃窜 李秀珠心中十分得意 就趁热打铁 让仆人们打了王秀才二十大板 又打了那小妻二十皮鞭 这才罢休 从此之后 还让丫鬟们监视王秀才和小妾 不许二人见面 如果见面要及时报告 就大板子伺候 王秀才害怕妻子 也就不敢与小妾见面 就这样过了几天 王秀才就说自己病了 要去医馆看病 李秀珠不让他去 也不请郎中 王秀才就说道 再有一个月就要考试了 如果我病得厉害 怎么去考试 几十年的苦读不是白费了吗 李秀珠听了心中欢喜 心想着等王秀才进京赶考时 就把小妾卖了 小妾知道李秀珠的手段 她怕王秀才不在家会吃亏 就整日哭哭啼啼 拿出绳子要上吊自尽 被王秀才看见就抢走了绳子 考试的日期越来越近 王秀才非常担心小妾 就去找尹先生出主意 尹先生说道 你今晚就住在我这里 看看你妻子的反应再说 李秀珠见丈夫出门 还以为她去考试了 于是就找来了雅婆 把小妾卖到花柳巷去了 这下她的心病总算没有了 一个月以后 突然有人来给李氏报信 说王秀才暴毙而亡 李秀珠听说丈夫死了 哭得是死去活来 开始的时候日夜啼哭 王秀才得知妻子如此伤心 就于心不染 想要回去 尹先生却说要一年之后才能回去 眨眼一年就过去了 李秀珠想要改嫁又抹不开面子 就先把丫鬟都卖掉了 最后又找没人给自己说亲 谁知她刚坐上花角 王秀才就拦住了架子 大骂李秀珠不守复道 李秀珠一看丈夫还活着 事又休又恼 跑进屋里就掉在了房梁上 王秀才见状吓了一跳 赶紧叫人把她弄下来 又是掐人中又是灌热水 这才救了过来 王秀才把小妾和儿子也接回了家中 李秀珠见了大吃一惊 她明明把小妾卖到了花柳巷 怎么如今又回来了 还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原来牙婆是尹先生的人 牙婆把小妾带到了尹先生家里 让她与王秀才住在了一起 然后就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尹先生之所以让王秀才一年后再回家 就是为了保住小妾肚里的孩子 如今孩子生下来了 李秀珠也没有办法 李秀珠终于知道 这一切都是丈夫的计策 不过经历了这么多事 她也想开了 不再嫉妒小妾 她把小妾生的孩子 当亲生儿子一样抚养 从此之后 一家四口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听完我的分享后 您会有所受用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 欢迎在下面留言讨论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